有不少的民众都反映怕买到了进口蛋 而现阶段也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来挑选 而曾在食品大厂创立蛋品部的专家就分享 买洗选蛋务必要查看它的外盒 有没有标示这个牧场的名称 才能够溯源确保是国产蛋 另外最好选择制造日期7天内的蛋购买 进口蛋一提让不少婆妇妈妈超痛苦 鸡蛋买回家怎么保存 曾在食品大厂创立蛋品部的陈尚夫分享 如果像这样冲洗恐怕是错的 发现散装蛋上头有鸡粉时 必须用摄氏35度的温水浸泡1到2分钟 让鸡粉自然软化 接着用卫生纸擦干以及用吹风机吹干 鸡蛋的温度差不多那个水的话 温度是一样的就比较不会有渗透压的问题 如果说有污染物渗透进去 但是比较容易坏掉 如果要用冷自来水冲洗 就怕蛋内的温度较高 蛋壳外的脏污会靠渗透原理进入蛋内 恐怕容易吃到问题蛋 另外挑选时也要注意 洗洗蛋的外盒会标出牧场名称 如果没有标示那就不要购买 这个牧场名称 比方说这个鸡蛋是从这个牧场出来的 他们会更希望说可以制造更细一点 比如说是在哪个区域 甚至于哪个牧场 那这样也方便大家去溯源 另外还有制造日期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是国产蛋 基本上洗洗场和鸡舍都在附近 生产的蛋也会在生产当天 马上洗洗完成 并标印上当天制造日期 并且在一到三天内会送打卖场 因此还是建议购买七天内生产的蛋 卖回家就冰冰箱 并在两周内吃完 不过其实按照规定 如果散装蛋品的贩卖地点 没有商业登记 像是传统市场 其实业者不强制标示 鸡蛋消息以及产地 这让民众很不安心 连打都不打 那不是更没办法做去判断了吗 连第一关塞都没有办法塞了吧 不标不合理吧 什么都一样吧 都还是要标了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进口蛋 就怕不用标产地 帮进口问题蛋品打开后门 流入市面也分不出来 民众还是得张大眼睛 才能帮自己的食安把关 接着张志明 王一婷 特别报道